文化阿唐 詞茲 整個花瓣是用法國最古老的臘雕的方式來呈現 中間有我們瓷西太夫最喜歡的紅壁錫 再加上會發光的柏針的 琴琴的花蕾 五六岁的时候 他们弄一个小小的音乐教室 让我可以启蒙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打击乐器 或小钢琴 那隔壁就是一个钻石的采购桌子 上面有各式各样 我爸爸从纽约 在Diamond Street带回来的 这些批发的钻石 就是以金耳濡目染地 陪着爸爸在看这些亮晶晶的宝石 我的童年是也没有芭比娃娃 我真的不记得有芭比娃娃 然后也没有什么雷狗 我妈妈有一点比较执着 就只有音乐乐器跟钻石 这就占据我这个童年 受伤以后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境界 可以当独奏家 那我也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这种 我就好 那我就转型 因为我觉得从事珠宝设计跟珠宝艺术 就好像从表演家变成作曲家 是换汤不换料的 不一样的角色 那我还是用整个音乐世界的一些 tomology来分享 就真的从soulist变成composer 然后现在变成conductor 你说选音乐或选珠宝 在我的现在的人生概念中 我觉得是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在纽约认识的计划 我跟他的沟通是以中国元素的太极蛇 来做是一个旧的很老的作品 在2008年的时候 他在纽约跟我commission了 结果今年的在Museum Art Decorative 他就收藏了 而且是CD学们捐的 他自己跟我讲说 这件作品属于博物馆 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 让我很感动的一个 就是donation 代表我像红酒一样开始熟了 够老了 从事珠宝行业 就是要有 两个P passion and patience 如果没有这两个 personality的话 不要浪费时间 活不下来的 非常非常困难的 然后能够学的各种学位 尽量拿 因为我如果不是拿到 这么多学位的话 我觉得我的底气 跟我的实力 都没有办法支撑我 来面对各种挑战 还有各种竞争 我觉得我的珠宝是 不只是gifting 是cultural exchange 一个很有寓意的 一个symbol 像传家宝一样 当然好莱坞的这些红毯明星 非常喜欢我的珠宝 我比较觉得自己是 woman entrepreneur 然后jewel artist 然后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个rule 就是cultural ambassador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